涉及了黑幫遷毒 還有暴力討債 陳凱倫的獨子陳瑞 他才以二十萬元交保 不過這份自由可以享受多久呢 士林地檢署認為 因為還有一位重要的被告 還沒有到案 而且懷疑陳瑞 他是有逃亡的可能 因此已經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 陳瑞揭壓超過三個月 全家人好不容易再團聚 但檢方顯然並不認為 陳瑞沒有逃亡穿空之餘 二十四小時之內 向高院提出抗告 我們有提供一些資料 給法官參考 另外我們認為說 還是有積壓的必要 是 所以在檢方這邊 還是認為就是說 還是有勾串證人的情況發生 對 因為還有一個 公犯沒有到案 所以我們認為還是 原來積壓原因都應該還存在 看看陳瑞交保當晚 就有黑衣人聚集在法院外頭 就可以知道檢方的憂慮 不是沒有道理 依照規定高等法院 收到抗告書之後 最慢一週之內必須做出裁定 抗告成功的話 最慢下週三 法院就必須重開積壓庭 陳嘉仁心情也受到影響 我想交給律師他們來研究好了 所以我還是相信司法 所以你放心 我們那麼難得能夠團聚 我已經很感恩法官了 目前陳瑞這邊心情 有沒有受到一些影響呢 還好啦 真的謝謝你 電話那頭可以聽到陳凱倫 無奈的語氣 獨自陳瑞會不會重回看守所 簡便勢必一番攻防 民視新聞找不到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